电视剧《龙城郑家的秘密》是什么? 当然是郑熹爵不是郑家的孩子 问题来了 郑熹爵是谁和谁生的? 为什么不离开郑家? 详情近在下文 龙城 郑熹爵是苏奶奶儿子的孩子 而且和苏奶奶儿子长得很像 该说不说 是真的很狗血 苏奶奶儿子爱上一个女人 搞大了她的肚子 女人想要苏家的房子 苏奶奶不同意 两边就谈崩了 女人生下孩子送人 收养人是郑家四兄弟中的老二 郑熹爵从此成了郑家的人 为什么是在郑老三家长大 就得从郑熹爵小男孩时期说起了 郑老二心脏不好 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郑老二老婆又很爱郑老二 受不住这个打击 从高楼一跃而下 郑熹爵小小年纪失去养父养母 留下严重心理阴影 郑老三是郑老二的亲弟弟 见郑熹爵无依无靠 就把郑熹爵带到了自己家 一起生活在郑老三家的 还有郑老三的亲生女儿郑南音 以及郑老大的女儿郑东尼 和郑熹爵不同 郑东尼父母活得好好的 郑老大没本事的男人脾气最大 喝酒 家暴 砸东西 除了祸害郑东尼 就是祸害郑东尼 郑老三看不过去 接走了郑东尼 才没让郑东尼的人生 跟着郑老大一起发臭 发烂 郑家四兄弟 已经被提名的 包括郑老大 郑老二 郑老三等 郑老四如果不拥有姓名 一家人还怎么整整齐齐 这个角色是一名老师 和学生唐若林传出绯闻 前途婚姻尽悔 除了郑家人 没人相信郑老四是无辜的 唐若林改名陈嫣 后和郑熹爵在一起 郑熹爵发现陈嫣身份 甘愿退出 成全郑老四与陈嫣 郑东尼愤愤不平过 但最终也接受了 即使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独自心碎的郑熹爵 也没有离开郑家 可见家庭温暖的诱惑 对她有多大 希望她最后的结局能好点吧 好